另外一件事情 因為美國現在 也出現很多變化 美國總統拜登 昨天發表了國情的諮詢 當然國情諮詢裡面 上演了一幕 因為他是國情諮詢 結果他老婆是跟人家深情諮詢 他跟賀錦麗的老公 兩個人見面的時候 就直接嘴對嘴 當然有人講說 可能是拜登家裡面 有這個習慣 因為拜登在親他孫女兒 公開親的時候 也是嘴對嘴 所以我們可能覺得很奇怪 你有沒有仔細看那個畫面 你來看這個畫面好了 就是這個集合 他就直接總進會場 兩個人就直接嘴對嘴 有人說是不小心 但那個動作看起來 很不像不小心 然後你仔細看 身邊的人 沒有一個人覺得突兀 大家就覺得很自然 每個人目睹這一幕的人 也沒有說瞬目結舌 說怎麼會嘴對嘴 我覺得他們是滿自然的 一個狀況發生的 當然我們回到重要的部分 國情諮詢裡面有講到 他跟中國是競爭 但不會有衝突 拜登跟所有的國會議員 這樣子宣布說 今天我們處於數十年來 跟中國又或者是世界上 任何國家競爭最強的位置 就講話鋼腔有力的 當然他也有講到一部分 他跟在野黨喊話說 我們美國要團結 但是他同時間又說 共和黨希望聯邦的醫療 跟保險安全 社會安全這一些 要削減 但他講的時候 台下的這一些 極右派的眾議員就罵他 很多人翻白眼 包括麥凱希 這個議長他也搖頭 我們可以直接看這一段 要求醫療和社會安全 到昇降 我不是說是最多人 讓我給你 任何人疑問 聯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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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個團結就喊得 有點一廂情願了 拜登還說威脅主權 必定會採取行動 是針對大陸 當然有人講說 怎麼都沒有提到台灣 不好意思 73分鐘的國情之文 他只有講到三個國家 俄羅斯 國情之文 最後面是中國 中國也只有兩分鐘 如果他提到台灣 那真的就是大事了 白宮的國會戰略溝通協調官科比 他就說我們還是會 持續的堅守一中 希望台灣做好自我防衛 而且我們會支持他 意思就是軍過多買一點 軍事上你們台灣自己要想辦法 美國的議員跨黨派 共和黨跟民主黨的聯手 提了一個案子 而且是以台灣鳳梨被打壓這件事情 說要幫台灣的鳳梨出一口氣 提一個案子給拜登 說允許拜登提高或者降低 對某一個商品的關稅 並且對他造成威脅 貿易的伎倆受害者提供支援 其中當然就是 以我們鳳梨進口的事件 當成一個理由 亮哥怎麼看 他這個國情之文我覺得還好 像那個大陸有個學者 叫金燦榮 他就直接評論說中規中矩 都沒有過頭 我覺得這個 大陸當然合理理解就是說 他這個也是為了要宣布競選 連任一定要造勢 所以他裡面提到200多次 China 雖然說你說只有兩分鐘 可是前面也有很多地方 China China 提到200多次 那擺明的就是 還是在打反中的議題 不過他沒有講得太過頭 比如說你剛剛說 侵犯主權這個就是在講氣球事件 這個很明顯 可是我覺得還好 因為拜登他基本上還是說 氣球事件不會影響美中關係 還是要重新安排布林肯放中 氣球就交給FBI做鑑定 15號要出報告 所以我認為大概會在專業報告出來之後 如果真的有找到什麼設備 或者是錄到了什麼 他不會加料了 那就見光死了 我是說如果真的沒什麼 如果後來報告說是大事化小 如果真的沒有什麼 布林肯就重新再規劃去中國大陸 對 所以目前看起來沒有那麼嚴峻 可是 因為他大概2月下旬或3月初 就要宣布競選連任 所以一定要跟共和黨叫板 也要跟中國叫板 我覺得這個中國了解 因為美國就是要選舉 他宣布之後 美中還是揮到正常狀態 他沒有講台灣議題 就是因為怕太刺激了 所以也希望能夠 恢復到原來的狀態 大概是這樣 所以我們也看到他們的 美國財政部長說他 葉倫說他希望訪問大陸 他也想去 中國大陸也是歡迎 對 因為坦白說 現在我覺得已經有陸續 一些聲音出來 因為我昨天也在看 美國的電視新聞 有一些有關這方面的專家 他就出來講了 就公開接受訪問CNN 他就直接講說 他不認為這是間諜氣球 就已經開始釋放一些不一樣的訊息 所以風向開始變 對 前幾天不是斬釘截鐵說 不只是間諜 而且各國都有 沒有辦法 因為眾議院跟媒體 都起來炒作了 拜登也擋不住 那個時候氣球還在國內 你要立刻做動作 所以他只好派飛機上去 把他打下來 可是後來你就看到 很多人就說 美中之間還是有更多的重大問題 比氣球重要 葉倫講這個就是 是不是可以買點美債 這個很重要 之類的 選舉年經濟還是比較重要 本來就是 這個很現實 而且我跟你講 美中貿易 去年的總額是7600億 比前年還多5% 比此期間賺的錢更多 你貿易戰打半天 貿易額還在增加 中國照樣順差4000多億 所以我坦白說 你貿易戰打半天 你美國並沒有打贏 就是目前就是 實際上就是這個狀態 所以我是覺得 他還是希望能夠把 美國經濟穩定下來 雖然他現在經濟還不錯 他國際貨幣基金 估計本來是1% 現在增加到1.4% 1.4%也不是很高 可是已經比歐洲好很多了 歐洲 德國只有0.1% 所以美國經濟 在先進國家裡面算不錯了 可是對比亞洲那差很遠 大陸IMF說是5.2% 然後他說印度是6.2% 越南也是6點多 所以你說你美國 要不要跟亞洲好好 來維持經濟的關係 這很現實 所以美中鬥歸鬥 但他們彼此在做生意 倒是台灣 我們要買更多的軍購 然後連我們的農產品的問題 到現在都沒有解決 包括鳳梨世家的價格 到現在都還在跌 我們昨天講到淡價跌 結果鳳梨世家這麼久了 台東的鳳梨世家 他價格還崩跌 現在已經之前去年打壓的情況之下 就是他們認為是被打壓 美台金30塊錢 2023年美台金 現在已經跌到10到12塊 是崩跌的這一個情況之下 農民說連工錢都付不起了 民進黨台東的議員 有一個想法 他說很簡單 找阿妹來發聲 請大家好好來買他們的四家鳳梨 但真正要解決的這個人 應該是農委會主委陳吉仲 他沒有去台東 他去哪 他去台南跟屏東 他說這個屏東的鳳梨龍告訴他說 2021年片面禁止台灣鳳梨進口 讓他們一死措手不及 不過這也不錯 因為可以同時間當作是提升 自己品質的機會 就是自己沒有處理好 然後還在那邊沾沾自喜 說我是一個不錯的機會 我們可以提升品質 同時間解放軍13個基建老台 一樣還是持續跨越中線 大家就想說我們這幾天都在討論 如果說氣球飛越領空 我們要把它打下來 但是現在這個跨越中線的 我們好像真的都習以為常了 更何況軍方這幾天 出現了很多事情 包括陸軍成功嶺 有出現步槍打靶 這步槍是65K2 有人說可能槍有點老 但有人說因為唐柵 兩個人受傷 右臉受傷 然後連督導他的長官們 也受傷了 那是不是因為他保養沒有落實 同時間今天還有另外一個新聞 陸軍有人他的這個刺槍不見了 第一時間軍方跟媒體在講的時候 數量到底多少 是被偷了還是遺失了 一時間都講不清楚 這個是內部管理出現很大的問題 那這個時候 激進黨的議員張柏洋 高雄的議員 他就赫然發現一件事情 他說高雄岡山空軍公安校裡面 這個展示館有賣簡體制的 中國大陸製的這個戰機的模型 而且是中國大陸的戰機 蘇凱30 蘇凱22 還有中國的水警隊 這個已經是 中國對台灣的滲透侵略 與日俱增 我的媽 所以這個模型 會讓我們的動搖國本 還好我們台灣的籃球 沒有那麼強 要是我們台灣籃球已經強到 可以打國際賽 對手是日本的話 灌籃高手還可以演嗎 日本籃球隊趕快瘋跳 電源趕快下架 看到日本的籃球員在那邊打有沒有 不行 滲透 你在飛機博館看到有殲20的戰機 你這緊張什麼 你上網不會看到嗎 他就是武器 而且軍民本來就會收集各國的武器 他們裡面賣了50款 50款 他是其中的三款 他也有俄羅斯的 也有鎖國的 柏洋我認識 因為基進黨就是泰國 可是這次真的就奧不下去了 奧美貴 說這個叫中國軍機降落台灣 其實降落什麼 你是九天選你降落 有一個模型在那邊 說有世界上有這樣的武器 你俄羅斯有什麼武器 然後有生化武器 不行 我不懂 就是反中反道就是找不到題目 這一題失敗 就再來過 這個真的就算了 網友是說那個滲 是滲到就腦裡面滲到水了 基進黨一定要反 可是這一題真的不漂亮 算了 換這一題翻頁 換下一個題目好了 美國在冷戰 他照樣在買俄羅斯 蘇聯的軍機模型 他在研究 而且我看有民眾底下回留言說 共機打來 我也要知道是哪一台 對 所以我們看到有這樣子的介紹說不行 這我才不理解 鳳梨釋迦我要跟大家報告 這個我記得我在國民待會兒 我有講過 這個叫大幕釋迦 觀眾朋友 來 攝影大哥等一下給拍一下 因為我在台東當朋友就很清楚 台東就出釋迦 台灣百分之九十的這個鳳梨釋迦 是賣去中國大陸的 觀眾朋友你有吃過嗎 這叫大幕 很好吃 台灣人吃這個大幕 台灣人根本不是鳳梨釋迦 我再講一次 台灣人根本沒有吃 來 導播你看看那個 我們電視場裡面的那個 鳳梨釋迦是改良的 所以它基本上 它是用切的 不是用掰開的 裡面也有紙 但是基本上你要把它切開 為什麼 因為它比較不會散掉 也因為這樣 所以可以運輸傳運 以後到大陸去 可是它口感 跟我們這個大幕釋迦 我剛才看到那種傳統 完全不一樣 以往是怎麼樣 大概23%是這個鳳梨釋迦 這23%當中 98%都是賣去中國大陸 台灣基本上 沒有人吃鳳梨釋迦 我去年在我們國民待會兒 我就跟大家講 大幕比較甜 大幕比較甜 而且這也是習慣的關係 你跑去回家 回家賣豬肉釋迦看 看有沒有要吃 你賣我們比較不甜的 你說插中排骨跑去穆斯林國家 想說我這個豬排很好吃 有人要跟你吃嗎 所以我說早就該轉座了 農委會你要面對現實 大陸不買 情況之下 台灣的市場也飽和 大家都吃大幕釋迦的時候 你的鳳梨釋迦就應該轉中了 因為沒有市場了 要不然你就找到別的市場 這個轉座挑戰很大 就沒辦法 因為它的收成期很長 所以就是量哥被馬英九害了 所以馬英九把水果賣去大陸 現在大陸不買 我們就被扣住了 農委會做一點事情 因為今年在喊痛 明年會更痛 因為繼續種 繼續沒人買 明年的封印市場價格會更慘 農產品之外還有包括半導體 這個要請教量哥 美國現在封印了華為 但是大家也看到說 這個狀況有點不太一樣 這個美國封印華為 結果華為底下的供應商 一片都倒了 包括我們可以看到 華為2022年的營收 人民幣6000多億元 跟2021年相比 幾乎是零成長 但也有人講雖然是零成長 但在去年的狀況來講的話 維持這樣其實也不錯 有另外一種說法 他底下的包括這一些 東莞新興精密 深圳 這些供應商 就紛紛的倒閉 但也有另外一個新聞說 華為怎麼可能坐以待斃 他們已經在中古還有租刃的 半導體設備市場裡面 大局的掃貨 我還是會找出一個方法來 美國的商務部長雷蒙多 他說我現在還有個大絕招 我要跟印度合作 只要他們可以解決 他們勞動跟環保的問題 那就可以一起合作 那預計3月 多位的美國企業CEO 還要跟他一起去訪問印度 那台灣今天最新的 我們在高雄市入主 已經有出現 這個德國的默克 在這邊設計他們的科技 設置他們的科技園區 今天是動土了 新的廠金額投資 大概有170億元 台灣默克集團的董事長李俊榮 他說為什麼會選台灣 而不是韓國 因為市場就在這裡 客戶就在這裡 投資環境非常良好 何碩董事長佟子賢 他有一個很重要的身分 他就是賴清德 清點智庫的董事長 跟賴清德非常好 他說矽谷最吸睛的項目 上看4兆美元的發電產業 得到聖杯者就得天下 他說這兩年來 矽谷新創事業中最吸睛的 就是核融合研究的新創公司 建議台灣應該要跟全球一致 要研究新核能 所以他一定某種程度 代表賴清德的立場 因為賴清德挑他當 他智庫民進黨的頭腦 重要的幹部 一定有這個方向 當然台商今天 下令人到大陸去 台商跟他一股腦的 抱怨了很多事情 包括北京的資深台商 他說你知道嗎 海基位的天燈大樓 我們捐款把它蓋起來的 結果我們現在台灣 在大陸投資的時候 遇到任何糾紛 民進黨從來沒有伸出援手 疫情三年來把台商當成棄兒 包括小明 包括什麼兩年初級 民進黨一天到晚 喊抗中保台 一方面又不想要 失去ECFA的紅利 天津的台商說 三年的疫情 台商持續加大在大陸的投資 民進黨上台之後 推動新南向政策完全失敗 說明了大陸還是台商 認為是比較好的一個投資地點 夏立妍當然現在 也痛批民進黨雙標 你們就可以去大陸賺錢 可以去大陸去酒店 占住家 但是他不能去 說訪問大陸其實是要增進 兩岸的福祉 北京鼎泰峰的董事長梁家成 他就告訴大家 我們真的很希望海基會正常一點 可以恢復你本來服務台商的工人 亮哥 海基海協要互動就是 陸委會跟國台辦的關係要好 不然海基海協也是已讀不回 目前狀況就是這樣 自然海基會我認識滿多人 他們也想做事 海基會就變成冷牙門 很想做事但做不了事的原因 癥結在哪 就是對方不回你 因為陸委會跟國台辦吵成這樣 他怎麼弄 這兩個要一致 要合拍 可是就是沒有辦法 實際上我跟你講 在11月26號投完票之後 蔡英文的兩岸關係的民調 我跟你講那個游盈龍老師 他那個台灣民意基金會 小英兩岸的民調在2020年 達到最高值滿意都是71 2020年 就是他連任那一年 就是剛好反送中之後 反送中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大家情緒不一樣 今年1月跌到38 一半不到 你才知道 從71 71跌到38 游盈龍老師那個民調 跌了33% 然後不滿意的只有17% 在2020年 現在升到超過40% 所以我跟你講民進黨 不要以為兩岸關係 你一直是站在盛方 因為我們知道兩岸議題 本來是國民黨的強項 那後來在太陽花之後 2014 那一路變化 到反送中到達最高點 變成民進黨的強項 可是現在經過了兩年多 2023 現在逐漸又開始變成國民黨的強項 尤其是因為要打仗了 所以那個風車就變了 對 那個風向在轉 所以夏立元你看他這次出 他去年8月26你記不記得 國民黨內部也罵成一團 去年 因為那個時候 因為那時候飛彈來了 而且要選舉 對 要選舉 所以所有的縣市長都會 失誤不對 對不對 他今年去 國民黨裡面沒有聲音 一般民眾其實也接受 是啊 就是這樣 總是要有人溝通 總是要有人協助解決問題 我們且不要說政治的 至少你經濟的要有人去談吧 比如說我們剛剛講鳳梨世家 我認為這個只要真的海基海鞋正常 絕對不會有這個問題 因為農業的問題怎麼會不能談 對不對 這個又不敏感 對不對 那至於華為 華為他沒有錯 因為美國他放話 要把美國所有的出口都禁掉 所以有人當然就擔心 他可能會有一些零組件斷貨 所以他就開始找別的收入 比如他最近也發現他那個專利 在全球的收入也不少 所以你就看到 他雖然表面上看 營收沒什麼變 可是內容發生很大的變化 因為有一些 你就是沒有零組件 所以你就要轉 所以這表示他還轉得不錯 就是營收還維持在這裡 表面打平 可是代表他轉型是有撐住的 對 有撐住 可是裡面的項目 已經發生很大的變化了 可是原來在幫他做 下游的供應鏈的那些公司 就受到很大的打擊 因為他已經轉掉 他已經甩掉你了 對 沒有辦法 因為他沒有把握能夠持續做 所以當然就會有這個狀況 至於台灣半導體本來就看好了 這個並不意外 而且他規模其實 雖然170億也算大 算很小 這整個市場來講不算大 這投石問路 不過今天新聞裡面大家聚焦 土耳其 大家都發善心要去救災 但沒有想到有人點名 而且要比賽金額 這個是對的嗎 我們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之後還會跑掉 你檢查一下 看訂閱還在不在 如果你已經訂閱沒有關係 你周邊的親朋好友 幫我們拉拉票 請他們也訂閱 而且要幫我們多多分享 謝謝 謝謝 拜託 拜託